Hello,大家好,我是海白小白,加拿大赤白国序力学生,移民资讯顾问 我的视频都是记录我在加拿大生活的点滴,分享一些留学签证知识点 希望可以帮助到那些需要的小伙伴们 前两天比较低落,因为并不仅仅受到疫情的影响 主要的trigger是在我家的邮箱中收到了一份反华的报纸 当时就引发了我一连串对于加拿大的种族歧视 未来孩子教育,还有老人医疗这方面的一系列的担忧和思考 甚至还开始怀疑我当时留学的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但是后来呢,我又看到新闻发现 哎呀,这个报纸,它的这个创办者其实是 你懂的,不说什么了 之后呢,无独有偶,我又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北大教授的一篇关于留学的文章 就说在疫情之后,留学的黄金时代也就要过去了 当时看完之后还是蛮有小感触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文章 对这个疫情给留学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也可以评论告诉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些年对于留学的一些小小的个人看法吧 当然了,是从一个已经摸爬滚打 在国内经历过了中考、高考、大学的教育 然后进入社会 然后再考虑自己未来的路到底何去何从 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的一个偏熟灵留学学界的一个方面角度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吧 希望可以对即将出国留学小伙伴们 或者现在在考虑出国留学的小伙伴们 有一些思考和这个启发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想先跟大家聊一聊 四个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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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被问到的问题 当然了,也可能是大家觉得最最最最最最俗套的问题 但往往就是这些俗套的问题 才能真实的展现一个人的这个留学的心理路程和思想转变 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看下去 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 国内婚不下去了 其实对于这些出国 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原因可能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但是它最根本的一个本质 应该都是一个想要对自己寻求一种改变 或者是一种挑战 其实在大学之前我是非常抵触这个出国留学这件事情的 我当时还有一些年轻吧 觉得我要学业有成,包校祖国 我是学的五年的临床医学在大学的时候 当时还是想立志,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来拯救或者说是改善 那个时候还并不是很完善的医疗体制 但是大学毕业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实还是有一些残酷的 首先必须要承认,我不是特别优秀的学生 在国内也不是说985、211非常名校的这个尖字上没有 就是一个普通一本,成绩的话可能会中等偏上 当时第一批入党还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所以你要是在毕业之后在同类院校里比的话 你可能就排的就不知道几环以外了 就是在我班中比毕业之后你就会发现 你去哪了,你的未来怎么样 你会很意外的就发现 我的这个爸爸是哪哪哪的副院长 我的舅舅是哪哪哪的这个副科主任 哎呀,似乎每个人都有了着陆啊 所以当时还会有一些小小的失落感的 觉得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自身就是控制不了的 所以也算是为我未来打算出国留学 埋下了一个小小的种子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毕业的时候 那个时候医患关系已经其实有一些紧张了 我在实习的那一年就看到医院门口就做了好些那个专业的医闹 所以内心里还是有一些,哎呀,就是小失落吧 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这样呢 你就自己的那种拯救 就是救死扶伤,拯救祖国的这种热情吧 似乎就是被交量了很多 也给我那个时候又想到心灵里面就是蒙上了一层 就是小伟有一点灰蒙蒙的误杀了 所以在我毕业之后,当你选择是留下来,工作,考研 还是出国留学这三条路上的话 我真的是考虑了一下,那我选择出国留学 因为觉得哪怕是重新开始,挑战一下吧 就是看看自己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另外的一条出路适合自己吧 其实真的是重新开始 出国语言有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对于语言交流这个问题吧 真的是,只要胆子大,走哪儿都不怕 我是后来跟我婆婆身上学到了这个精髓 她是怎样,她其实英语一句都不会 她只会一个thank you 但就像这样的一个老太太在外面买菜呀 买东西购物啊,然后甚至退货 甚至是找差价,没有任何的困难和阻碍 就是完全每次都回来,妈你退了啊,退了 那人家没有什么问题吗? 人家听懂了就给我退了 所以就是,就有一次我跟她出去有让我也很诧异 就是她会非常自信的,甚至当着人家的面就啪啦啪啦啪啦 就开始说声中文了,明明人家根本就不懂 但是她很自信啊,就最漂亮 然后最后总能达到自己的这个想法 就是让我其实很钦佩 其实在外国人眼中可能他们也虽然听不懂 但是他们明白你什么意思 对于语言交流这方面,我想说的是 其实你对一个英语掌握了多少 一门语言掌握了多少 只是一方面,它只是一个辅助你交流表达的一个工具,对吧 但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一个想要让你被听懂 想要把你的信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和意图,对吧 只要你想达到你的想法,想要把你的东西表达出来 你越强烈的想表达,你就会越卖力的去表达 并不仅仅是用语的,不光是用你的语言 或者是用你的肢体,总会让对方明白 当然了,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例子 你英语一句都不会,肯定要比会的那吃力很多 就是以我的例子来说,我是当时雅思考了6点5分 雅思6点5分我出国过来的 我当时这边呢是上了一个college 这边的专业一班,diploma专业6分就可以了 但是我还是选择了上了一个一期的语言 其实在语言班,就是语言学习班嘛 一期大概是四个月 其实在那个语言学习班,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好牛啊 但是你上了专业课之后,你就会发现 啊,就是一盆凉水浇下来,你就凉凉了 所以如果你非要问我说 语言怎么样才能够可以融入这面的文化和社会 我想说你只要是雅思5分在国内 那一般在这面的生活交流应该困难不是很大 6分的话甚至更高是达到了一个专业课 一般的这些专业课college专业课的一个标准 对吧,但是也不要认为就是你的语言已经有了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突破和飞跃吧 只要你在国内,哪怕是7分 只要你在国内没有一个在一个正规的全都是英语的环境中 就是培训啊,生活过一段时间 我相信在口语上面可能我们永远就是还是有一些欠缺吧 达不到我们在国内的那种侃侃而谈的那种 我们想要的正常的一种交流模式 总会有一些,嗯,就是有一些小尴尬的moment 或者是一些小窘迫的moment 如果可以的话,经济允许的话 建议大家也可以出国先选择一期的语言学习 像两个月啊,或者是四个月啊 给自己的语言一个过渡 然后给自己的身心也有一个过渡 能够让大家让自我更好的在这种一个异地的环境中去融入 就是不会让自己的生活那么让留学那么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有的时候压力太大 就是又想家,英语又不好 学习压力又重 就是会出问题的 还是就是正常的我们正常走这个人生的这个路嘛 慢慢走去体会,然后享受身边的风景 就enjoy the moment 国内外教育最大差别 国内就是凸显个人 国外就是着重集体 其实我在国内有多少年的教育了 我的感觉就是 国内就是只要你上课不说话 认真听课 然后好好写作业 然后最后考试一个人可以完成你所有的这个学习历程 但是你在国外的话 你没有一个小组的一个partner 你真的是很难毕业的 国外的作业尤其是非常的种类繁多呀 这个五花八样啊 这个什么quiz啊,test,exam啊,assignment,project concitation啊,group discussion啊 哎呀,真的是千种万种的这个玩法 玩虐你 我当时每天 其实压力还是蛮大的吧 天天最想大声几乎呐喊的那就是 Leave me alone 真的是不想跟明儿说话 我只想自己一个人静静的把作业写完 因为小组你会是多于两个人的 一对一的交流 我觉得还可以你一句我一句呗 然后我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总结我的语言 对吧 但是如果小组的话 那就是大家把你的观点抛出来 然后你是同意 然后你补充 然后你还是反驳 这个就是涉及到更高的一种交流的语言的艺术了 你如果同意还好 Good idea,very nice,I like it,对吧 然后但是你如果觉得我也想表达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涉及到 你要稍微的婉转一点 你又不能生硬的回绝人家 对吧 然后你还要适当的适度的把自己的想法抛出来 然后如何明确的就是在那么多人都看你的时候 然后你把你的思想啊观点啊特别好的交流出来 其实哎呀 我觉得是很需要这个语言的能力和功底的 我当时上学的期间 我觉得我虽然雅思成绩够了 但是在实际操控能力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语言还是跟不少 更多的就是保留自己的观点 赞同别人的观点 一般的话在小组讨论中 其实我属于是那种说话最最最最最最少的 所以在一个项目下来之后 大家可能对我的评价一种 Wow,Li is so nice,you are so nice You have beautiful smile 其实当然了大家是对我很好的一个赞扬吧 点评吧 但是我其实是很心里不是滋味的 因为同学们已经对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点评的点了 就好像现在的那个创造营2020 对吧 学员的上面有跳舞啊 有唱歌 当你要评委点评的时候 评委来了一句 你穿得很时尚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你当时你的语言没有给你任何的优势 让你更好的突出展现你自己 你只能以笑容来展现给大家 那别人只会说 Wow,你的笑容很美 That's all I can say about you 所以这里总结一下 与国内单一严肃的教训模式不同 国外的教训模式呢 给了学生们更高的自由度 更强的互动性和更深的参与感 但你要在这其中能够最大程度的受益的话 前提一并是要有一个好的语言 所以学习英语真的真的很重要 什么专业好就业移民 这个问题呢 我敢说90%的我见过的留学生朋友 都会问我同样的这样一个问题 那就是什么专业好就业 什么专业好移民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真的真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前两年互试移民非常非常快 四个月你就可以拿到 就是符合相关的资质 四个月你就可以拿到移民 那如果我说那护士好就业 护士好移民的话 那你可以做得到吗 你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快速的拿到一个护士学历吗 它其实也很难读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讲 像有人说 那你general business太广了 你毕业之后肯定是很难找到工作 但我看到的 有的同学在上学的期间 就在Wallmart打工啊 然后做兼职啊 做销售啊 那毕业了之后真的是非常抢手 直接就一下子就拿到了一个manager的位置 然后移民又给了很高的分数 那就是很难说绝对性的 当然了相对来说 我们肯定还有一个相对的比较 但这里呢 我今天不想说是 有哪些专业具体对于移民是适用的 或者是找工作是适用的 可能之后如果大家感兴趣 给我留言告诉我 之后会做相应的视频 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儿子在叫我了 Anyway Sorry我回来了 那个 儿子要散尿 我们是说到什么专业好就业 什么专业好移民是吧 其实 今天的视频我不会给大家一个list 1234到底从数据上来讲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移民局的报告中 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数据 找到最近几年比较热门的哪些移民专业 可以给大家出国留学一个参考 之后呢我也会收集最近最新的这些信息 然后做一个单独出一期小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 但今天呢我主要是想针对这个问题背后的一些心态 想法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我看到的一些留学生朋友们他就是留学的这个目的性非常强 用他们的话说那就是我不移民我出国留学干什么了 我把国内的房子啊什么都卖了 我孤注一掷 破釜沉舟 我就是要过来移民的 还是挺好的对吧 有一个积极的心态 然后目的性很强 对吧 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还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促进吧 但于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更好调转一下心态 因为毕竟移民不是我们的终点站 对吧 我们是想要更好的去找这个生活 更适合我们的生活去享受生活 留学我相信也只是大家在人生中寻找自己这个理想生活状态的一个过程 对吧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这种过程 用心去努力争取 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 而不能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的煎熬 想着我就要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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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目的性太强的话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适得其反 真没有必要就认为国外的一切都是好的 国外就没有这个食品污染呢 环境污染呢 职场压力啊 职场斗争 国外也有的 只能说相对来说可能少那么一点点 但是你要想达到一个好的生活状态 也是一样要和这个国内付出的一样多的 甚至要比国内付出的还多 因为我们知道英语确实不是我们的母语 某种程度上我们是要付出加倍的努力的 以上呢就是我对出国留学最常见的几点问题的一些小小的个人看法和分享 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想法呀 situation还有凑重点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这里呢我们就要集万家之言 然后总结出来那一点点的精华 针对你的实际情况做出最适合你的决定 应该就是最棒的 我是小白小白 下次再见